丛林开始玩植物大战僵尸2 大家好,我是萌新超人 今天玩到黑暗时代的第十二关 这一关要用能量斗保护小喷菇不消失? 按照超人的习惯嘛 当然是要用小喷菇来保护小喷菇啦 不过很难得有关卡建造项目攻守耶 直接丢一个石南探索者 把所有的墓碑全部清掉 继续在前面中我的小喷菇 小喷菇如果和阳光菇一样 可以一点一点长大的话该多好啊 小喷菇长成中喷菇 中喷菇长成大喷菇 大喷菇长成大大喷菇 在僵尸中间丢一个爆裂葡萄 小喷菇快消失了 赶紧用能量斗 一个小喷菇吃能量斗 怎么所有的小喷菇都放大招了 这个伤害还不错的样子啊 不会吧,小丑僵尸 哎呀,就输掉了呀 这就尴尬了 这输得也太突然了吧 超人记得我好像已经很久都没有输过了吧 难道我今天会在这一关卡关 超人不记得有小伙伴说这一关很难的呀 不管了,咱们继续种小喷菇 能量斗比较多,我就不省着用了 不等小喷菇快消失的时候再吃能量斗 爆裂葡萄没事也丢一个出来 继续给小喷菇吃能量斗 这个大招联动的伤害还是非常不错的 实难探索者也丢出来 挺轻松的嘛,刚才为什么会输啊 超人觉得嘛,人是不可能在同一条河流掉进去 呃呃,两次 掉进去了?两次? 超人真的是服了呀 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同一个关卡,连续两次输在小丑僵尸的手上了 这一关并没有多难呢 只能说是超人今天的状态不太好吧 超人还是换一个思路好了 我把坚果带出来了 种在后面保护一下小喷菇 多种一些炮灰植物在中间 挡住一下小丑僵尸反弹的子弹 超人相信 一个人是不会连续三次在同一个坑里掉下去的 所以呢 这一把我一定要过关 小喷菇种起来 能量斗开起来 石南探索者丢起来 墓碑全部被击碎 能量斗好像有点太多了 给双猫向日葵开个大招 产点阳光 继续种上小喷菇 小丑僵尸出现了 直接丢出石南探索者 将他们消灭 超人这一次可是做了充足的准备呀 我不给小丑僵尸任何反弹子弹的机会 不是吧 怎么还有小丑僵尸啊 小喷菇们 开起大招 给我扛住啊 扛住 太惊险了 差一点就输掉了呀 还好过关了